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废水排放计划 引起了邻近国家的抗议 那随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从今天开始会在日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那因此日本政府也预计 会在今天接获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的评估报告 那至于当局是否亮绿灯 最快也要在这个星期才能够知晓 而外界就预计国际原子能机构 会允许排放废水计划 格罗西预料将会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并且递交他们对福岛核电站进行两年安检的报告 日本政府计划在30到40年间 陆续排放1兆3000亿吨经过处理的废水 而为了得到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 日本当局才没有公布确实预期 在这起引起外交纠纷的课题上 日本政府多次强调 这些废水都排除了大部分的辐射元素 除了难以从水中抽离的川 日本就保证 这些废水在排放到太平洋之前 会不断稀释 直到川的含量比国际标准还要低 甚至是比其他国家核电站定期排除 废水的川含量都来得稀薄 那尽管如此 中国韩国和越南民众都表示担忧和抗议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更是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放行